誰不愛自己的家 誰不愛爸爸媽媽 我的家給我溫暖 我的家父讓我長大 多少的風雙雨雪 多少的憂愁牽掛 海洋的心 山伴的恩 教我們怎樣報答 愛我家 愛我家 愛我甜蜜牆 愛我那天 愛我喜歡 小学长 还没上班你就来了 你住得很远不便来了吗 我是来学手艺的 一个小学徒 你不同 你是会计小姐 又是老板的女儿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其实 我只不过住得比较近一点 你不懂 你是会计小姐 拿的薪水跟他不一样 这样做错了吗 还得要自己赔 不过啊 我觉得我爸爸这样也挺费的 完全训练我独立 我觉得你也挺独立的 这叫没辙 情非得已 让琴师毕成这个样子 没什么好让人家称赞的 还不呢 我觉得你挺能吃虎的 而且心甘情愿的 做的事比谁都要多 我以前也看过很多的 就有作业人 看着啊 做起事来嘛 是懒得要命 可是要发起牢骚啊 那个声音啊 那个机器的声音还要大呢 我哪有时间发牢骚哦 好像 有时间跟我说话嘛 我跟你说的老半天 你怎么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 工厂规定的 工作第一 安全至上 听说你还得读书啊 念书就不能做工吗 我这知道在履历表上都有 你这人怎么那么怪啊 好像你是跟仇人说话似的 我可告诉你 我可告诉你 这好多人想要跟我说话 我还不理他们呢 小姐 你帮帮忙好不好 我的产情要做不好的话 我们头会骂人的 你就是要理咱俩俩身啊 我有点凶 我有点爬的 现在上班时间又没到 你就待会儿再做嘛 好吧好吧 有什么话 你快说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坐吧 哼 早上坐 晚上坐 坐一辈子 大姐姐 我看 你干什么啊 大叔 小汤 你可这厌福不浅 咱们大小姐看看你啊 看看 你可要加油啊 可要加油啊 我们大小姐 你要是娶了她 当太太的话 你这钱途光明啊 可不是吗 哪来的话吗 没有那回事啊 嘿 你知道 咱们大小姐 从来不随便跟人家搭讪 大小姐 他可是獨生女 你要是娶了他 他爸爸是千萬富翁啊 是 你們把我看成什麼人哪 我又不是那種人 consciousness 還有什麼不好的 哎 你聽我講 他可是美如天仙啊 他要是能親我一下 我三天不車馬上 放屁都沒有你 跟法老哥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這 這什麼不好嘛 哎 大白天的你們在做夢啊 說夢話呀 嘿嘿 啊 我告訴你 你們少在這兒賴蛤蟆想吃甜鵝肉 做夢 哎呦 老板 這上班的零又沒響 你緊張的什麼勁 可不是嗎 小子 你給我小心著點啊 我告訴你 哎 對了 哎 你們 你姓蔡對不對 你是不是 狠菜那個菜呀 哎哎哎哎 就是狠菜 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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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狠菜 狠菜 就是狠菜 狠菜 就是狠菜 嚇什麼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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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什麼嚇點 mock 是叭 劉 masculine 走 來 是 ial eco 絆 也就沒有 看 freakin 腳受了點傷 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 幹嘛愛理不理的嘛 說姐姐的不是也是不應該啊 現在誰都可以說我 愛怎麼說怎麼說 反正我是個殘廢 三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呢 你不過是扭傷了腳 怎麼可以說是殘廢嗎 小妹說得對 你是扭傷了腳 不是殘廢 爸爸才是殘廢 爸爸 爸爸 我們有別的意思 我是個運動員 如果不能再到運動場上 去參加比賽 這跟殘憤有什麼兩樣呢 這是真的殘憤 也要殘而不廢才對 一個運動員 除了要靠體力之外 還要靠毅力 體力都沒有了 還談什麼 反正我遲早要畢業了 畢業以後 隨便教點書 也能養活我自己 不會拖累你們的 爸 你聽三姐說什麼嗎 вами 媽媽一下不喜歡 責備誰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氣壤的事 不瞞你們說呀 我從醫院裡醒來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想發了氣 可是後來轉念一想 人活著難免要受苦 這並不是悲觀的想法 因為你受苦 只要可以減輕別人受苦 那麼這種受苦 就是有價值的 那讓我一個人受苦好了 反正我活該倒楣嘛 糟糕 三姐 你不要這樣陰陽怪氣的好不好 你知道家裡每個人都愛你 你就這樣折磨我們啊 我也不想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爸 我實在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曾經瞞得你們大家 偷偷到運動場上去練習 若不是你們對我這麼好 我早就不想練了 我不认识 仙姐 都是我不好 你骂我好了 我是天下最笨的护士 最糟糕的妹妹 总可以了吧 都生气得不好 老妹 陪我到外边走一走 嗯 老大,你覺得好點? 是嗎? 你瞧我,忙得連禮拜六都忘記了 不過光顏,你知道,家裡我是大姐 事情我總得多做一點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大姐,好不好 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沒空 光顏,真抱歉 待會兒我還得做飯菜 嘉明啊,最喜歡我給他做的飯盒了 好,你是最好的大姐,我再講一遍 好久沒來了,進屋裡聊聊,來 先坐,我給你倒杯水 謝謝 來,喝杯水 嘉蘭,我知道 家裡發生變故以後 整個家的蛋子都掉在你一個人頭上 要照顧妹妹,照顧弟弟 在你心裡只有我最不重要的 光顏,你不要這麼大聲說話嘛 每一次你這樣跟我說話 我,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這樣好了 如果你真不願意到我們家來 那以後我就不勉強你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我是想天天悶在家裡頭人都會悶瘋的 我這個人不行 我一定要外地去跑跑走走逛逛 好好好 你不行的話 那你就到外面去逛逛走走好了 要不然這樣 你去約個同學啊 或者是同事 你們去看看爹 看看電影啊 逛逛街什麼的 你不必替我安排 我自己消遣的方式很多 你不要讓我覺得 你也是我大姐好不好 光顏,我是真的很抱歉 因為下午還有兩個學生要來練琴 我總不能說老讓朋友帶我吧 真的 抱歉 你不要說抱歉,沒有關係 唉 反正 我今天我是來了 我也請你了 以後你不要說是我在疏遠你就好了 我走了 你 你不就把我打成腳步就走了 我剛剛在巷口碰了小妹 推她正在散步 打過招呼 我走了 快點 好 今天這場舞可是跳得太過濃 晚上我們再繼續去努力吧 跳你個頭 你知道今天這場場舞跳了多少錢啊 給我好好記住 哎 阿萍啊 這可是你自己要帶你自己出場 你怎麼能把這場舞給你 你怎麼比這樣算我頭上來呢 哼 你這個死沒有良心的光顏 你的良心都讓狗給吃了 你要知道 別的男人給我捧場啊 捧上一兩個月 只能站在我家的大門口看上一眼 根本都進不了這個房間 而你呢 吃我的喝我的 我還得陪著你跳舞 誰叫我打婚了 會迷上你這個死沒有良心的 我恨不得啊 拿根繩子把你給拴在這兒 你你啊 你也不必拴了 我跑不了了 我們今天可是一武情深哦 嗯 誰知道你是不是在逢場做戲呀 憑良藝說啊 這套我也看得多了 好像幹我們這一行的了 拿甜言蜜語去騙別人 然後又被別人的甜言蜜語啊 給騙得團團轉 下場好不到哪兒去 哎 你這麼講就充分代表你 不了解我這個人的為人哪 我用不著了解你 哎 哎 明知道別人在騙我 要這樣我就便宜 可是只要他刀你 那總比沒有人理得好 怎麼樣 要不要來一杯 不會喝酒 嗯 嗯 乖 你是不是要隨時保持清醒呢 清醒得了嗎 我一看見你我頭就昏了 怎麼清醒啊 老實說 但我的生活 賺那麼兩個錢 也並不容易 我也並不是想拿錢來買你的心 因為金錢 只能夠買到虛情假意 唉 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 畢竟我是個女人 這女人嘛 就是希望 能有一個男人來愛她 否則 活得有什麼意思呢 管爺 你告訴我 我借給你的錢 你是不是都給那位康小姐了 錢都借給我了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哎 我的錢 也是辛辛苦苦存起來的 我自己不會花 我要別人幫我花 你讓什麼呢 你讓什麼呢 大不了我加兩分力還給你就是了嘛 當初我借錢給你 也沒打算你還 這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的事 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而且我很快就還給你 你怎麼弄錢呢 你不是已經改過自新了嗎 你這就門縫裡看人了 我周光顏弄錢 一定要用不正當的手段 才能弄到啊 告訴你不會的 那我請問你 你怎麼弄錢呢 少爺 賺錢可不是容易的 唉 這種賣校的生活 我也厭了 只想回到鄉下去了 嫁給阿雄算了 誰是阿雄啊 阿雄啊 是我一個男朋友啊 他現在發財了耶 他還在等著我的 那很簡單 你又嫁給他算了 你一點兒也不吃醋 阿平 有道是 君子有成人之美呀 你能找到這麼一個好歸宿 我真替你高興 你沒有還不吃醋 我一家詞 你都可以管 你自己吃咱扛 你不吃醋 你怎麼吃呢 就說你怎麼吃醋 你才沒吃醋 人家 要我吃醋 你最好 這件是誰做的 康家銘 做得不錯 你要多教他們 你要多提起他們 多指點他們 康家銘 這個 你做得不錯 不過你還要努力 不要驕傲 現在做這個手工藝品 工廠太多了 我們要比他們做得好 做得精細 謝謝廠長 那個美芝呢 她也不能隨便亂跑的 小康 剛才大小姐不是告訴你了嗎 你告訴廠長 報告廠長 這個美芝到重慶北路去收帳去了 好 好 你們要努力一點工作 謝謝 我要到土城去看看 好 康家銘 這個人不錯 我很看得起他 以後你要活動照顧頭 他們這些孩子 能夠自立自發的精神去工作的 不要要求過多 是 是 好 你們兩個人休息了 是 是 找完了 老老闆一走就休息了 你 你們倆休息 你知道我們做的事嗎 先做活動作 可以看到幾天 你還要在這裡 我問我 我有些事 你怎麼說 我不是 你怎麼做 我從來沒有跟廠長單獨談過話 你剛給我頂嘴啊 你以為我不教你你偷偷地學 就這樣子我就會喜歡你了 我只求問心無愧 我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能夠學多少就學多少 其實我也很喜歡跟你好好相處 可是你不喜歡我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也沒辦法 你居然敢教訓我呀你啊 你看看 你這是做的什麼 啊 這比你小學生都不如啊 啊 還是專科學校的學生啊 你算了吧 這就 蔡李拜 請你看清楚一點 我做的完全核酷工廠的規格 我看的已經夠清楚了 你是一條豬啊 你連一條豬都不如啊 請你不要罵人 我叫康家明 我叫康家明 姓康的又是豬 全都是豬 你 你混蛋 你 你才像個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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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怎麼可以罵一個比你年齡小二十歲的年輕人是豬呢 你是他的領班 也是他的前輩 如果他有什麼不對 你可以好好跟他說 並不是我護盾 我弟弟一向很懂事 再說我們康家的家庭教育 一向很講究長幼又許 他不會無緣無故惹您不高興 你為什麼這麼看不慣他呢 家民 你也不好 在外面做事不可以這麼衝動 大姐 你不知道這有多氣人哪 好 別說了 吃飯了 韓家民 美智小姐 我來給你介紹 這是我大姐 這是柯美智小姐 是廠長的女兒 哦 你好 誤會誤會 這是天大的誤會嗎 誤會 這中間啊 一定有不少的名堂 名堂 能有什麼名堂 我天天蹲在家裡頭 不是看書 就是做企劃 我哪有時間出去亂搞啊 那就奇怪了 為什麼每一次我打電話你都不在呢 我告訴你 那是因為我天天蹲在圖書館裡面看書 我到外貿協會去借資料 我到氣管中心裡面去做市場調查 唉 你總得體諒體諒我吧 哼 你啊 你啊 不必啊 你的脾氣我還不曉得 你今天對我好 我不曉得你的目的 你還是會想嗎 你不曉得 你還會想 你啊 我啊 你啊 我啊 你啊 你啊 可是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我只要你管我娛樂事業的一部分就夠了 我 反正我 我這麼做也只是希望你能夠更信任我爸 就算我弄巧成熟好 我怎麼說 你先看一看 我對你不會有二心的 你要相信我 好吧 我姑且相信你一次 企劃書給我重寫 蔡芸 這是我多少天的心血呀 我的事業是我一輩子的心血 好吧好吧 你要重寫我的重寫啊 我走了 拜託 要寫 在我這兒寫 我這兒有吃的有喝的 過兩天再陪我去買幾件新衣服 待會兒我還要去洗頭陪我去 好吧 怎麼了 心不甘情不願的 我是不願意我在這兒做企劃書打擾你的清醒 既然你這麼說 我也無所謂 喂 你不給我 你不吃人 你們真的要很心血 怎麼會 為了 了 我 你不敢 老闆 老闆 原来你住在这儿 这里各路英雄好汉都有 我还在奇怪 你怎么会住这么华丽的公寓啊 不是不是 这儿不是我住的 我怎么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呢 我们找管理员对职局 你不要骗我 这里明明是八号吧 我住的是六号 我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合住的 真的 是啊 那我们赶快走 免得转回来还以为我们是小偷呢 报来 你也太任性了 一个女孩子怎么好单独住在这些地方 不是的 我跟阿月小枫他们住在一起 这样我们都有个照应 我们就是这个房子 你好像还认识一个 什么叫阿平的阿平的 对 阿平的人很好 我刚才就是去跟他借衣服的 只是跟他借衣服吗 你跟他没有其他的关系 没有啊 我们只是邻居啊 把了 不是我说你 这个社会上 有温暖 也有冷气 你只要一不謹慎 就會上了別人的當 飲食足成千古恨 這句話你忘了嗎 我知道 可是我不會的 我們幾個人住在一起 大家都很謹慎 狡辯 誰知道你這幾天在外面搞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 也沒有人知道 今天算我運氣好 瞎闖瞎碰的把你給找到了 你自己回去跟你姐姐解釋去 我告訴你 你對我無法理解釋去 誰知道 我只是想幾個月 我只是想說 你自己沒有想到 你也想要去 我只是想去取得 我自己也不願意做 錢少的事我又不願意做 錢多的我又做不了 所以就這樣一事無成的 那你就更應該先回家去 可是我相信 總有一天我會站起來 至少 也要等到我先能賺了錢 我才有臉回家去 周大哥 一定要幫我一個忙 幫忙 你是要我幫你介紹 是事情還是 不是 替我保密 先別告訴大姐 你知道她是個緊張大師 本來沒什麼事情的 可是她一緊張起來 全家就天下大亂了 那你叫我怎麼跟你大姐交代呢 周大哥 我已經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闖出一點名堂來 你只要別告訴大姐我的地址 往後我一定會好好謝謝你的 好吧好吧 你一定會不會 你應該要請假 下午的課 如果晚上的班 我會請你安排 你已經為我做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信任 你生病了,就该看医生,就应该休息 这不是该坚持的事 我没有生病,我很好 我不是亲佛人,你看你的手这么烫,一定生病 不,我想我大概是照亮,休息一天就好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有空啊 要不要进去坐会儿 不,太晚了 明信 有句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嗯 何教授,跟何师母的好意,我非常感谢 可是,可是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那,那我替你说好了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有男朋友 那个人,长得很帅 比我年轻 姓周 就周光明 你是不是不想了 你们来往,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把我,跟你感情放太重 免得将那大痛苦 所以,你不愿意跟我来往,是不是 你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师母,都已经告诉我 不过这什么关系 套起西洋人的说法 公平竞争啊 不到最后一秒钟 我是绝不泄气的 咱们中文也说 货比三家不吃亏 就拿不了 当我是货好 你真会开玩笑 今天 我已经说太多了 很失态 请你原谅 不要放在心上 你记得明天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谢谢你 再见 哇 还有 真是一个既孝顺又善良的女性 谁能娶到她可真有福气 她有一种中国女性特有的气质 坚强 纯洁 可亲 不正常, Kom 않고人拉着麻烦 推动的生意 比如说共产党 不缓结历 我也点了 他是机会的 ata 你能没有饮活 d dubbed 我们带ся 我们想刚开始 以后 翻嘴 suscept 那我還是要謝謝你 先打擾 柯先生 姜南 他已經睡著了 醫生說要多休息 不能太勞累 老婆,我這笨手笨腳的,也不會照顧病人 你一個人跑到樓下幹什麼? 把他一個人扔到樓上了 老是,他已經睡著了 哎呀,你叫我怎麼說你 這老師只能教你音樂方式,教你拉提琴 這這個事兒你還要老師教你 嗯 你叫我怎麼說你 許醫啊 哦 康爺 我這蠻橫的決定,你不會見怪吧 哎呀,阿里 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 我也不是老頑固 他們年輕人的是自己會選擇的 明欣這孩子 做事很穩重 音樂造語方面也不錯 也很高 我覺得他跟加蘭 是很理想的一段 伯父 啊 我來看看加蘭 好 上 這位是誰 他是加蘭的朋友 那就讓他們公平的競爭了 走 這是誰 我自己想通過 Maslight 這個行李 要不要到處 sino 那你年輕人的 什麼時候來的 啊 吃完中飯我就來啊 真不好意思 讓你一個人坐了半天了 那哪兒話了 對,何教授也來了 正在坐樓下跟伯父聊天呢 何教授也來了 好 光言 叫他 好一点 现在已经稳定多了 我刚刚上楼来的时候 看到楼下有四把刀 四把刀 你都不去说出这什么 上楼来的时候 看到老伯跟何教授的两双眼睛 就跟四把刀一样的厉害 瞧你 真会开玩笑 拿了一点钱 小意思 你哪有这么多钱 放心 绝对是合法得来的 尽管留着用吧 你不说 你不说我明白 我不能要 我自己有钱 有钱 我明白了 对了 你们两个认识吗 认识 只是没有正式介绍过 当时 我叫周光颜 我叫郑明熙 劲儿还不小吗 厚劲儿更足 时间不早了 我還有事,先走了 我先走了 周光岩是他早已心许的情人 郑明欣有热烈的追求